今天要教你们怎样黏CLEAR的ROCK SPACE保护膜 这一个的话呢是360度全屏保护 不过呢在拆这个膜的时候需要一些技巧 因为它会比较紧贴 所以在拉的时候你同样的后面要这样子跟它按摩一下 那个保护膜呢才会被吊起来 打开了过后 我忘记一个步骤就是先清理screen 然后用干净的布把上面的灰尘全部清理干净 确定没有灰尘了过后 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封条呢给拆上来 只要轻轻凹一下它就会破掉 然后在这个封口我们就折起来 然后就把保护膜瞄准对中 然后再清点中间一下 清点后呢你大概看一下你旁边有没有跑位啊 Double compound嘛 因为跑位的话等下你要移的话就很难移了 已经粘好了对不对 切记哦在拉的时候让你这个纸呢顺住这个屏幕滑下去 因为有时哦在这个地方是会有灰尘的 因为刚才你这样左放右放上放下放呢 灰尘还是会粘在上面 然后再加上screen上面也有一些灰尘 在推之前哦我们确保这个纸呢是给它滑出去 所以它可以把那个灰尘一起滑出去 不然呢就用透明的胶纸 在盒子里面也是有配送的那些胶纸 然后你就把那些灰尘给干出来 完成了过后我们就慢慢的推 记得哦在推的时候确保是没有空气的哦 如果有空气的话呢你就再拉起来再推过哦 确保里面一点空气都没有 如果有空气的话到时候就会形成泡泡在里面推不出来 保护膜就会很丑 所以在推的时候就这样慢慢推 推的时候就顺便修饰一下旁边 把所有的泡泡确保全部推出来 旁边已经紧贴了过后哦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半 一样的我们就把它掀起来 然后把这个纸呢推开 然后再顺住这样慢慢滑下去 这个步骤哦千万不可以快哦 如果你快的话很容易造成泡泡累积在里面推不出来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滑下去 已经是没有泡泡了 把旁边的边缘呢 再推多一次让它更紧贴 然后接下来就用粘子 把第二层给撕上来 完成了 然后看到吗 我这里有进到一些灰尘 如果不小心啊真的 accidentally灰尘进到你的screen里面 我们要这样处理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放回去 然后刚刚我们用的这个 然后把我们刚才撕上来的第二层子 用它的这个尖角 把这个地方呢给吊起来 吊起来了过后 我们不要吊太高 我们吊一点点哦 就一点点就好 在里面喷水 然后喷水的话你就这样大概用手指这样轻轻挪 把那些灰尘给挪出来 挪出来了过后再用这个推卡 把里面的水分给挤出来 挤它出去了你就会看到 那个灰尘已经不见了 就完成了 里面如果是还有一点点的水印对不对 你就放着 它会自己消的 再来这个中间的封条 这个封条 虽然是说你会看到微微的那个线条 这个线条也会在 几个小时后呢 会消失掉 完成了过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输油层 它会比较厚的 所以在摸起来的时候会比较顺 没有这样沾指纹 最算是沾指纹 也比较容易清理 你看这个保护膜上面 它是有输油层的 一般上如果没有输油层的保护膜 水柱呢 它是不可能凝聚在一起的 它会比较散 也就是你的指纹啊 还是油纸啊 粘在上面的话 也会比较容易清理 再来它的覆盖范围呢 是到旁边 Edge Angle这一边 不必担心如果摔到旁边角落 如果你对这个保护膜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哦 就这样啦 拜拜 by bwd6